你好我是秋实,咱们今天视频的关键词呢叫平等 我们知道,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词全都写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是没办法,自由民主变成敏感词 只要在中国我敢说,就跟踩着谁的前列现实,这要把他们激动的 我也不想老惹他们生气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说一个温和点的词,叫做平等 为什么平等重要呢?前段时间我看了网上一组图 左边这个图呢,是一些中国的访民在维权 在现有书记面前哗啦啦跪倒一大片 右边一张图呢,是日本首相安倍去拜访311地震的灾民 有个老头在轮椅上坐着,然后安倍就跪在老头的面前 坐着老头的手一脸的堆秀 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对比,啥意思我们都知道 这边是人民给官员下跪,那边是官员给人民下跪 后来又出了一个新的图,是澳门的一些业主在维权的时候呢 也是呼啦啦跪一大片,扯个条弧 于是有网友评论说,你看人家澳门这是真回归祖国了 这维权都知道下跪着,这姿势多有中国特色呀 我觉得吧,我们就算是看网络段子 也不要只看它表面好笑的一面 要看它内部的这种文化基因和逻辑 非要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对比 不是民贵官,就是官贵民 体现出我们在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意识 不是你跪着,就是我跪着 咱俩必须有个人跪着 为啥必须得有人跪着呢 为什么不能平等的相待,平等的相处呢 说到平等啊,前段天我被警察抓去问话 我就跟那个警察闹着玩 我说警官您是党员吗 你问这干啥,我就问问你是不是党员吗 你管我是不是党员 就问问你是不是党员吗 是党员,是党员有啥不敢承认的 我怎么不敢承认的 你别激动啊 是党员不丢人 我不歧视党员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真是歧视党员的 因为我们寝室那哥几个都是知根知底的嘛 有个小他去上党课 他回了以后我们几个就逗他 就你这个B2 你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吗 就你上党课 你这个作业权处超的选手 你有信仰吗 你心里背那些东西吗 我那时候很倔强也很幼稚认为 一个人单纯只是为了牟利 在毫无信仰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高举右拳 庄严宣誓 这样的人太虚伪了 我瞧不起他 但随着时光的流失 随着这个岁月的打磨 我也变得越来越圆滑 越来越柔软 我现在能够体谅每个人的不容易 所以根本就不怪他 但是我想传递一个概念 就是我认为人民首先不要歧视党员 党员更没有资格歧视人民 我们是平等的 我带个纳税人的标志 我想告诉大家 纳税人首先不要歧视公务员 公务员当然更没有资格歧视纳税人 你没有资格问我 纳的税到底是多还是少 好 平等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还没有落地生根 因为在传统文化当中 我们不重视平等的教育 我们总说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们卧薪尝胆 投悬梁追四股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有朝一日 我翻身浓奴把歌唱 我花开处百花上 今天我容忍你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为之有一天我骑在你脖子上拉屎 就上大学那会儿 我们寝室那哥们 就是那上党课那哥们 有一次去追他一个女神 然后失败了 回到寝室喝点酒 嗶嗶嗶嗶嗶嗶 这都不是事我跟你说 有一天等哥们混爽了 我开着跑车 带着名表 我再去追他 把他追到手以后 我睡完他有 我再把他甩了 我让他跪着求我 当时听的觉得特别励志 现在想想觉得特别变态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强烈的报复心态 为什么一定要有人跪着呢 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缺少平等的教育 一个重要原因是几千年来 我们是一个阶级社会 我们讲究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 中国古代的阶级 森严道 你是一品官到九品官 你戴什么帽子 穿什么衣服 挂什么珠子 你们家宅子有多大 门有多深 都有明确的规定 今天我们说阶级一个词 我们都觉得它是个贬义词 但是阶级一定是坏的吗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在特殊历史时期 阶级有它特殊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社会是需要秩序的 秩序非常重要 弱肉强食那是丛林法则 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 强者横强 弱者横弱 没有平等的机会 所以这个世界文明的重要标志 就是有社会秩序 而维护秩序的方法有很多种 阶级就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 在阶级中的一个位置去生活 这个世界不就有秩序了吗 咱们中国人总说 你要认清你的位置 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就是让你认清你在阶级中的那个位置 说白了就是奴隶主 安心的当奴隶主 奴隶安心当奴隶 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很有秩序 就很和谐了 但是时代反而到今天 依然靠阶级来维护社会秩序 是非常落伍的 现代文明社会不再需要靠阶级 靠法治同样可以维护秩序 比如说咱们的交通秩序 是需要靠阶级来维护吗 不用啊 靠法律可以维护 所以刚才说到有些人特别讨厌民主 他们当中不全都是喷子 有些人说的挺有道理 有些人说 你要看到 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确实质安很乱 经济很差 这是事实啊 所以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社会的前提 就是我们要先建设一个法治社会 要先有法治再谈民主 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那关键是怎么建设一个法治社会 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 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的重要条件 就是平等的意识 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的相信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坚定的喊出这句话 这也是我热爱法律的重要原因 我们是成年人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公平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平等过 我们从生下来来到世界那一刻起 我们的身高长相不平等 我们的智力体能不平等 我们的家庭条件不平等 没有一样是平等的 我们也不苛求那些东西平等 我们只要一样东西是平等的就够了 那就是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所以要想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就是 人民心中必须有强烈的对平等的渴望和捍卫 你必须坚定的相信农村人和城市人是平等的 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 北京户口和外地户口是平等的 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是平等的 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是平等的 同样是退休以后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头老太太 凭什么有的人拿两三万 有的人拿两三千 这平等吗 只有强烈的热爱平等的人 才能制定出捍卫平等的公平正义的法律 只有靠公平正义的法律 所建设出来的民主社会 才能是既自由同时又是有秩序的 所以在今天这条视频当中 我只想重点强调一个概念 不管你是喜欢民主的人 还是讨厌民主的人 请记住 法治是民主的根基 而平等是法治的根基 平等极其重要